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无敌的赚钱方式 下载一个无版权的图片 然后在另外一个网站上传 当你上传你的图片之后 这个图片将会变成别人商品的商标 当这个商品卖出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佣金 你不需要操作销售 也不需要操作物流 也不需要操作库存 只需要上传试片 你就可以拿到佣金 如果你对这样的赚钱方式感兴趣的话 今天你一定要坚持看下去 因为有很多小细节 我建议大家不要跳过 花个几分钟时间把它慢慢的看完 如果你对赚钱感兴趣 请一定要订阅一下我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精彩的分享 好的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上干货 首先我们就来到这么一个网站 叫 Unsplash 这个就是一个无版权的一个图片的网站 这个你看下面就有很多的图片 这些都是没有版权可以免费使用的 但是这些图片的都是全部都是有背景的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这个 PNG Tree PNG Tree 它也是一个没有版权的网站 但是它跟刚刚那个的区别在哪里 它这些图片呢都是没有背景的 就是它的背景呢都是透明的 就像这种 看一下 往到最后呢 再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细节 就是如何让大家的收益最大化 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不要走 那我在这里马上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在这里呢 就是说输入一个CAT一个猫的关键词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 这样呢 我们就出了很多这个可爱的小猫的图片 这些都是没有背景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保存到桌面上来 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面来 那我们点击这个拼机下载这里 点击出来之后呢 它会弹出来 点右边这个Free Download 每天呢 能够免费下载两次 这已经完全足够了 大家没有必要去花钱去下载 那我们呢 就把这张图片呢 下载到了桌面上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下来的这个猫的图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第三个网站 这网站叫 RedBubble 这个网站呢 它这里面呢 就是也有些很多的东西卖 比如说像这个枕头啊 这个瓶子 还有这件T恤扇 还有下面的一些很多东西 今天呢 就是说我不是叫大家这次上面来卖这些东西啊 今天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把这些 把刚才我们下载的无版权的图片 在这个网站上来上传 上传之后呢 呃 它就会 把这个图片 这个网站就会自动的把图片啊 弄到这些 产品上面来 比如说这个枕头啊 这个 这个瓶子啊 这个蝴蝶 就 就在这个瓶子上面 看这个T恤上面呢 也有一张 照片 一张图片 这个网站呢 就是可以把你的 这个上传的图片啊 自动的 粘贴到 这些商品上面来 你不需要去设计 也不需要去销售 什么都不用做 也不需要做联盟行销啊 社交媒体啊 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把图片上传上来 然后这个网站 大家会自动的 呃 放在这些产品上面来 然后呢 就是当有人买了这个产品之后 你别也不需要去担心他的物流 他的库存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呢 就是网站就是一条龙的 把这些物流啊 库存那些 帮你解决掉 你做的只需要上传图片就可以了 看下面的话也是 有很多的 这个产品上面的图片 都是别人上传的 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 首先呢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 sell your art 就是销售你的艺术 点击一下 这个网站的流量的话 其实他是相当之大的 他的访问访客的话有几千万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说 上传上来之后呢 就是没有人买 这个界面呢就是他的一些 操作的说明 比如说像右边的说明 我们往下面 拉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一个大概的流程的一个 介绍他这个网站的 第一步呢就是上传你的图片 第二步呢他就是把这个图片呢 自动的印到这些产品上面来 第三步呢就是把这个产品 就是说有人购买之后把产品呢 呃 发送到买家手里面 第四步呢 你就可以得到佣金了 然后呢我们点击一下这里 开始卖 点击之后呢就是这么一个界面 大家呢一定要选左边这个 这个artist 因为右边的话他是一个 顾客注册的一个选项 然后这里呢填写邮箱 姓名 密码 然后点击一下注册就可以 那注册完之后呢他就谈到这么一个界面 这里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呢是 呃 创建你的产品 第二步呢是设置你的店铺 第三步呢就是 获取收入了 那我们现在首先点击一下Edit Design 点击之后呢这里呢就是 上传你的work你的图片 我们选择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一张图片 上 那这里呢他要求我们填写一些标题 标签还有描述 我们这里呢就写一个可爱的猫吧 CuteCat 然后标签呢我们 呃可以随便写一下标签 Cat 也可以写这个可爱的猫 描述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发挥一下想象力 也可以参考其他对于猫的描述 然后大家自行发挥一下 然后呢我们 看下面哈他就自动的把我们这种图片了 印到下面的产品上面来了 比如说这些 呃T恤衫衣服 枕头 嗯还有其他的这个杯子 杯子 杯子 这个也是杯子 呃还有这个裤子 还有这些很多的产品 这个瓶子 啊这个 应该也是一个镜子嘛 这个是这个这个口罩 他就自动的把这些图片了 就是印到下面的产品上面来了 然后我们设置好之后啊 我们在这里再拉到下面来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说他就问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呢 这里呢 写漏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呢 我们这个也够上我们的同意一些条款 然后我们选C work 然后这个呢 他就自动保存成功了 你看这里他就恭喜你 你已经准备出售了 然后这里呢 是大家最关心的收款 就是完成你的一些收款信息的填写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界面填写一下自己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支持PayPal收款的 PayPal 呃你看啊 这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上传的猫 已经印在了这个手机口上面 看着的话也是还是比较好 非常好看的 这个就是枕头 这个是一个杯子 当我们这些东西卖出之后啊 我们呢 我们呢 就会有 呃 10%的提债 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大家不要因为上传一张图片呢就可以了 就是说呢 我们每天呢 都上传几张图片 这样呢 来增加我们的卖出去的一些几率 我们呢可以上传不同不同种类的一些图片上去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如何最大化自己的收集 我们呢 可以把这上面的网址啊 复制一下 就是把这个可爱的猫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去到 这边Facebook这边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搜索CAT 再点击一下 左下角的小组 然后呢 就会出来很多的 这个 爱猫人士的这些小组 你看会员的非常多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发帖的话 很多 爱猫人士啊 也会点进来看 这样的话就 大大增加了我们的 产品卖出去的几率 嗯好的 今天的分享的话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和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好的 谢谢大家